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包兰铁路是中国第一条沙漠铁路 自包头东站至兰州站 全长990千米 穿越腾格里沙漠和阿尔多斯沙漠 皮林库布奇沙漠 毛乌素沙地和乌兰布赫沙漠 全线严重沙尘破坏率超过85% 有140千米在沙漠中穿行 这条铁路于1954年10月开工 在1958年7月正式通车 实现了人类的一大壮举 然而 当时的苏联专家却提出质疑 表示 这条铁路线的使用寿命 不会超过30年 并且会被封杀掩埋 他们质疑的一大部分原因 来自沙坡头 这座移动沙丘 却是包兰铁路最大的绊脚石 包兰铁路需穿越中卫境内 从银水桥至甘塘 55千米的沙坡头沙漠地段 当时 世界上已有一些沙漠铁路 在通车以后 因不堪杀害侵扰 最终被迫停运改道 如何防沙制沙 确保包兰铁路畅通无阻 成为摆在众多科研人员 和铁路职工面前的一道难题 宁夏沙坡头地区 位于腾戈里沙漠东南原 以高大密集的格状新月形沙丘链 连绵分布而著称 沙尘暴频繁发生 每年封杀天数多达200天 最大封力11级 天然植被覆盖率仅有1%上下 为治理沙害 保障铁路畅通 科研人员和兰州局的制沙者 全面打响了攻坚战 中科院 铁道部 林业部联合组织公关 中科院副院长朱可珍 率100多名专家学者奔赴沙坡头 科研人员和铁路职工 先后进行了大面积的平铺卖草 压沙和圆形 三角形 隔状 带状等各种不同形状的 麦草方格制沙试验 克服重重困难 终于试验成功了中国人的 制沙魔方 移成一米麦草方格 麦草方格是流沙 不易被风吹起 达到祖沙 固沙的目的 然后引来黄河之水 并在草方格上 栽种紫蒿 凝条 沙蒿 花棒等沙生植物 建立起汉生植物袋 营造挡沙树林 几十年间 沙漠科研人员和固沙工人 在铁路沿线的沙丘上 共铺设草杖 六万七千多亩 种植树木 一亿四千多株 形成了一条长五十五千米 宽五百米的绿色长廊 史邦兰县自通车至今 曾没有因杀害 引起任何列车事故 被国外专家誉为 中国人创造的奇迹 并荣获联合国 全球五百家环境保护奖 这就是中国沙木铁路 建设的初代植物防沙工程 在中东土豪国 沙特阿拉伯 有两座伊斯兰教圣城 一座叫麦加 另一座叫麦地纳 两座圣城均位于沙漠腹地 这座连接麦加与麦地纳的麦麦高铁 又被称为哈拉曼高铁 铁路全长450.25千米 为沙特政府投资的双线电气化客运专线 设计时速320千米每小时 项目总耗资600亿美元 是中东地区最大的交通项目之一 该高铁自从2009年开工建设 至2018年9月14日全面建成 并于同年9月25日正式通车 其中主体部分的建设施工 均由中国企业完成 包括铁路的铺设和高铁站建设等 针对风沙移动问题 外卖高铁主要采用工程防沙 中国建设者通过模拟预测沙子运动的方式 提早采取应急措施 努力减少沙子给运营带来的负面影响 在风沙特别强的地方 铁路两侧设置有蓝沙沟和宽达40米的击沙平台 尽可能降低风沙对铁路系统的侵蚀 对于铁路周边一些比较危险的沙丘 采用沥青碎石进行平面固沙 在局部延时松散破碎地段 设置毛锁加固和毛肝挂网喷护工程 这里小编需要提一嘴 中国在沙特采用的平面固沙方法 使用的毛锁加固和毛肝挂网等工程项目 当时很快就应用于金星高铁的修建中 由于地质和气候上的特殊 除了要在沙漠戈壁中铺设铁轨 还需要建设不少地下通道 骆驼通道 寒洞 大桥 比如卖家车站特大桥就是以桥带路 该大桥全长1556米 横跨5条公路 桥梁最大宽度72.6米 相当于20辆中型轿车并排行驶的宽度 属世界高速铁路桥梁宽度之罪 中国高铁建设者 顶中50多度的高温酷热和滚烫的风沙 采用能自动觅食的特殊混凝土等新材料 新技术 以及分层胶柱特大体及混凝土等新工艺 按期优质地完成了桥梁建设任务 中国建设者还要面临高达近30度的昼夜温差带来的挑战 巨大温差导致的热胀冷缩效应 会在高铁轨道内部产生较强的张力 很容易导致轨道扭曲甚至断裂 为了解决这一问题 中国工程团队又专门研究了一款 可以承受巨大温差的钢铁 用它打造了整条卖卖高铁的铁轨 为了实时监测 工程团队还在铁路各重点地段 安装了大量的传感器、监控铁轨的准直度等数据 如果发现某处铁轨的弯曲程度超过了设计标准 就会自动通知列车通过这一段路时减速行驶 并尽快派遣工程人员前往维修 填制若枪的铁路 地处世界第二代流动性沙漠 被称为死亡之海的塔克拉玛干沙漠南源 有534千米穿越沙漠、戈壁、战线路总长65% 沙漠地质特点明显 是一条典型的沙漠铁路 合作铁路的建成通车 让世界首条全长2712千米的环沙漠铁路 拼上了最后一块拼图 合作铁路与南疆铁路、喀河铁路 以及格库铁路新疆段牵手 这意味着环塔克拉玛干沙漠、铁路线正式形成闭环 针对部分区段风沙大、沙丘动态迁移容易掩埋线路的问题 合作铁路采取以桥带路方式 建成总长达49.7千米的过沙桥5座 让风沙从桥下穿过 大幅降低风沙对铁路的侵害威胁 这是国内运用以桥带路方案 防止风沙侵害最长的铁路 针对沿线施工及混凝土养护严重缺水的实际 建设者对434座桥墩采用墩深预制拼装技术 提前在工厂完成预制构建加工 再到现场进行拼装 有效克服缺水对建设进度的影响 根据以往经验 和弱铁路采用工厂防沙与植物防沙相结合的防治措施 在有水源条件的连续风沙段落 选用当地耐旱、耐岩检、固沙能力强的拐沙藻、红柳、缩缩等苗木 在水源匮乏区域则采用工程防沙的措施 也就是采用大面积的沙杖、草方阁的方式 同时在有条件灌溉的情况下进行植物种植 来实现铁路沿线区域的外祖内固 特别定制的防沙三件套 确保了铁路的陆基边不起沙 避免线路周边的沙子上道危害铁路 为了解决沿线防护灵等灌溉问题 和弱铁路还是国内首次在沙漠铁路工程中 采用自动化智能控制低灌管网系统的铁路 这个其实就是之前在修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时设计的 其实塔克拉玛干沙漠地下水较丰富 且水质也适合植物灌溉使用 于是它们打下了131口水源井 最深达280米 覆盖面积达11.35万多亩 地下水被抽上来后会进入滴灌系统 再经过智能管控滴入植物根部 这套系统实现人工智能自动化控制 可在任何有网络的地方 仅用手机控制和监测灌溉情况 很大程度上解决了沙漠中干旱缺水 藏木管护难度大的问题 和若铁路全部采用无缝线路技术铺设 这也是全江首条疑似铺设跨区间 无缝线路最长的铁路 实现了千里一根轨的壮观景象 乘客坐火车时 会有跟坐高铁一样的平稳体验 好了 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从最初的麦草方格 到如今采用工程防沙与植物防沙相结合 中国工程团队创造了无数世界首次的工程奇迹 为建设者们点赞 最后 如果你喜欢小编的影片 还请大家多多点赞转发 让更多的人一起见证中国进步 关注我的频道 这样既能回顾往期视频 又不会错过之后的精彩内容 那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稍后